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起床了 起来晾晾帐篷 上面昨天晚上下霜 全都是漏水 还有一件事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把衣服撂饭店了 今天还要去拿 看还在不在 这个点的话我估计饭店还没有开门了 先把帐篷晾一下 上面全是水一层水 昨天晚上下床 现在天热都换了 真要命啊 等会晾干帐篷以后收收去 把衣服拿回来冲锋衣 没有冲锋衣的话 接下来没法走呀 一件冲锋衣百百十块呢 先去把衣服拿回来吧 衣服拿回来 然后吃点饭 再回来收帐篷 这会儿晾得差不多了 睡袋还要晾一下 太阳刚出来哈 不知道这个餐厅现在开门了没有 昨天晚上在这吃饭 把衣服扔在这里了 忘了 你看这记性 开了 太不严密了 拿把吃饭 我拿衣服 大家往上吃饭 衣服忘了 太不严密了 贩卖十五块钱 嗯 这里点了一个拌面 费量还挺大的 十五块钱 开饭 一条 比较尽量 开饭 特别 开饭 这回别把衣服再捞下了 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现在中午了 那个今天的话应该走30公里吧 本身计划今天到中卫的 昨天晚上用电用的比较少 我看还有15个电应该是够用两天或者一天的 到中卫的话120公里 今天进入内蒙古就内蒙古的一点点三交界的地方吧 那边有个镇子33公里 就到那里 然后明天的话可能要赶点路直接到中卫 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车子都已经装好了 出发去买几根数据线 昨天掉了一根数据线 这根数据线还有问题 接触不良 一充电的话 他弄的电源都不充电 可能是这个线哪里连电了 找不出来原因 这个也坏了 可能要买两根 去真的逛一下 今天下午就30公里 到内蒙古的一个小镇 叫温都尔乐图 名字深吵 就应该接不下来 你好 有数据线吧 Tip-C的 要哪种 多头的还是 单头的就行 换的是吧 对 这6A的多少钱 30 30 对 哪有这么贵的税线 跟你说这东西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到100多不一样 你说几块钱的东西全是伪类产品 我们是移动公司的东西 就是正规的 太贵了 便宜点 太贵它就这个价钱 这不是我说的东西 移动公司配的东西 它是这种 这种是35 贵的5 35 你说一说这价格 我 这东西线这东西 它有的铜线 有的一个是铝线 不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这都铜线的一般 一般的话也就20块钱一根 20块钱那种东西 便宜点不行吗 我拿两根 哪哪种 我就要这个6A的 那种的话就两个的话给你50块钱 50啊 40吧便宜点 40 50的话 公司给卖的全是好东西 你说我们咱们没法卖 你知道吗 你说几块钱东西也有这东西 我们根本就不配那东西 这还是安卓图的 我们线都是好线 包括这种线 你看 不是 这个我用不到 我主要是 它 这种多头的充电的话没有那么快 在那45块钱拿去 我这只能便宜5块钱 40不行吗 40不行 这便宜5块钱就是 拿两根吧 好 这么贵啊这个 这东西 线这东西有便宜有贵的 一分钱一分货 这你清楚我们这东西 平常跑个吗 这个吗 这是我们修 修网的 你们说修手机吗 卖手机 不修手机 不修手机 拿了两根线 45块钱啊 真贵 哎呀 这 就是在网上买应该便宜些 但是网上的那个线 它不耐用 这个线的话不知道冬天用怎么样 先用一下看一下吧 直接出发了 今天进入内蒙古 只是稍微路过一下 必须要路过那个阵子 这个308省道的大车还是有一些多的 基本上全都是这种大火车 一趟一趟的 车太多了 进入那个小路 旁边有一个浮路水泥路 他们镇子修的 躲边上太危险了 不知道能躲多远 反正是 这条路 没车 那个省道 我搭车都贴着边走 我都太害怕了 这30公里 今天要穿越戈壁滩 这一块的话全是戈壁滩 又进入公路了 就一小段有个几公里 那个水泥路 这回是正式进入戈壁滩了 这回连棵树都看不见了 308国道旁边 就是贺兰山山脉的一小部分 翻过去以后 就是 盆戈里沙漠 就是因为这个山脉 阻挡住了这一块的沙漠的那个大风 过不来 远处的话 边上的那属于是溜盘山山脉 我属于是从这个河谷里走的 现在 这河谷里这个季节风还不是很大 30公里的起伏路 哇 上坡偏多呀 蹬不动简直 全部都是这种 戈壁滩 哇 这个坡好大 我这里 就进入景泰县城了 这也是 国道338 沿这边走的话也是国道338 然后就进入中卫了 还要穿越内蒙谷的一小块 景泰的话就不去了 就直接进内蒙了 后面是一片河谷 现在已经将近上山顶了 车子又出毛病了 直拉直拉的 后车子又开始摩车腿了 应该是摩车腿 我听了应该是 反正是支支的 应该是摩这里 不露偏了 这看得找地方修车了 到银川吧 到银川再修也行 或者是到中卫 摸的挺严重的 还有个15-16公里 赶紧就到今天的目的地了 这一块太荒凉了 这条路 有点像航天路那么窄 基本上就差不多 哎呀太吓人了 这个路况今天实在有点差 车子都颠散架了马上 都是被大车压的 跑的坑坑挖挖的 说实话这个 338过道不适合骑行 真的不适合 太危险了 这跟我上次出事的 那个航天路的 那个路基本上一样窄 根本没有骑行的地方 我都不想骑这个 说实话真的 但是已经过来了 没有回头路 要不然还要骑回去 骑回去那又绕远了 到白银市 然后走109了 只能硬了头皮往前走了 还有11公里 全上坡 要命了 这个拐弯处设的这个防护栏 没地方骑 刚才摔车了 哇 根本没地方没法骑 都摔得发紫了 刚才幸亏捡了条命 支架都摔断了 手机支架也断了 真浮了 这边该也断了 刚才差点摔在大车底下去了 哇 直接摔破皮了 就这样吧 这这边是真不适合骑行啊 手机也摔坏了 屏都给我摔裂了 哇 直接裂了 哇 这个屏底千把块钱 哇 那这损失又大了今天 幸亏没钻车底 刚才钻车底就见不到我了 相机都摔坏了 直接那个瓶摔坏了 这正面摔了 哇 刚才摔的太严重了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我都不敢骑了 要不然我就推吧 真不敢骑 吓死了 不骑了 推着吧 我真是不敢骑 刮个灯 马上天黑了 还有8公里 把后卫灯挂上 让它爆闪 赶紧骑到前面镇子 哇 今天太倒霉了 哇 实在不敢走了 不走了 这里是一个检查站 进入内蒙了 离镇子还有三公里 全是大车 我一步也不敢走了 我就在这检查站的后面 这里搭个帐篷 今天 这里也有信号塔 旁边还有餐厅 想吃点饭就吃点饭 不想吃的话 自己做也行 旁边是高速公路 我 我这个手 直接磕得发红 这手心这里 我特别疼 哎呀 我估计三两天好不了 今天真是 哇 太危险了 又减条命 今天手机屏 都磕报废了 直接磕裂了 这是手机屏幕 原来的那个 这个玻璃 直接花了 这个玻璃最少的一千多 一两千块钱 我不记 反正具体我不知道 这个玻璃很贵 取面瓶的 我去 哎呀 我真疼死了 今天 捡条命还不错 这牌盖也坏了 这这牌盖一两百块钱 今天水平时太惨重了 我就在这个水泥地上 搭个帐篷 刚才换了个地方 那边离公路边太近了 在这个信号塔下面 先把帐篷搭起来吧 把灯关了 省点电 再来 做饭 做饭 把这个菜炒了 减轻负重 这个车吧 确实掌握 平衡都不好掌握 就该放了好多东西 这都是前面的 神医吃一吃 减轻一下 去一下手 哎呀 手好疼啊 今天 就怕摔肿了 明天要发炎就坏了 今天车把都不敢断了 现在的这个位置 属于是 甘肃 内蒙 宁夏三省交界的地方 倒多了 倒回去 大点油炒锅菜 其实也好吃 就这些 来点盐 就这些吧 刚才倒了不少 应该不是太行 稍微翻一下 竟然用青草包菜 肉之类的 都没买 再来点蚝油 稍微 稍微好吃一点 这个不能要酱油 要酱油 盐都太深了 OK 还能炒一顿 里面还有一点点 今天晚上的炒包头 还可以 吃饭了 吃饭了 这里还有三个饼 今天晚上吃两个饼 应该没问题 饿了 先吃一口 尝一下 这个鲍头菜好吃不 今天 味怎么样 真香 我还可以 一少点肉 吃饭了 哇 好冷啊 睡觉了 这个时候也不敢动 特别的痛 希望明天早上能好了 晚安各位